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好 那今天呢 很开心到进修听中 首先呢 首先简单一通的自我介绍 好 老师 我是台北市台生活中文老师 那老师的名字呢 是佛中平 那现在呢 其实这堂课的最重要是谁 您知道吗 是你们 是你们 所以 等一下呢 给你们表现的机会很多 好 那 单轨呢 我们这样子 就是我们总共有纠组 好 这边总共有纠组 所以 这是一个很简单 我就把它拍到这 好 那这边都非常的准时 而且刚刚真的 虽然下课整天感觉不出来 有下课的感觉 大家都非常的乖 很安静 那不然呢 这样 OK 那等一下更多的站在这边呢 好 基本版的部分 等一下会用到 那现在呢 老师希望各种呢 跟现场的来拼 就是我们大家互动一下 好 等一下呢 老师开个GC影像 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老师麻烦第一组的同学起立 我们就是让 现场的各位呢 大家都知道第一组 来 请第一组的同学请你 我开个解释影像 各位可以发现 你们会 出现在来的 来一下 来一下 好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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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好 来 这是第一组 那没关系 来 这是第一组 来 请坐 好 第二组 好 谢谢你们 好 请坐 来 第三组 好 谢谢 好 第四组 好 请坐 来 第五 好 请坐 来 第六组 好 请坐 好 我们要分析一下大家 来 第七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坐 来 第八 好 谢谢 来 第九 好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呢 老师希望大家帮助 我们挑个同学 然后告诉我 今天上课课 今天被挑的是 第二组的佩伦同学 那佩伦同学 你可以告诉我们 今天要受课的单元是什么吗 好 那个 我知道你在等待老师 那麦克风的事件 来 请 请 请问今天收课的单元是 二次名特别 对 非常的聪明 很好 很好 但两个 已经准备好了 非常的关心 所以像这样的同学 这样的语言 我们待会要马上做个交流 对 对 给个赞 对 给个赞 非常的关心 那 这一页就是你的啦 好 稍微一些 帮你拍个赞 这一页是你 因为你非常的关心 好 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自己的题目了 好 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自己的题目了 接下来 等一下的题目呢 我先讲解一下 然后给各个同学呢 你就去思考一下你的题目吧 好 来 P0 这个部分呢 好 先看一下 好 这边有1 2 3 4 5 6 还有7 8 9 那有没有后面有7 8 9的吗 我们到后面去看 那各位先去订一下自己的号码 对不对 好 第一组有2 15 13 27 那第二组有3 8 30 31 40 第三有5 9 20 23 第四有7 16 14 48 第五有12 3 33 8 24 30 第六有13 239 26 36 确定算是解误的 然后第七的有4 17 35 11 19 8的话呢 有6 29 28 37 9的话有10 41 43 42 好 这边的话呢 是最好是全部的一点点 一开始就会先确定 你们有这些组片 然后确定没有错 来 然后同学的和文 好 再来 有没有同学看不到前面的数字 这是那些号码 你们自己的组片号码 没有好 我发现一件事 第七组片的魏同学 他们非常厉害 马上算出答案 所以 各位得知道 蓝色或红色的差别是什么 有作答跟没作答的差别 好 老师都看没这样进完前 我们看这组片 非常优秀 好 来 那个 因为这个组片的部分 让你们测试完之后 等一下呢 因为题目呢 我尽量让它不要被操组 所以 老师呢 这边我们把号码 稍微把它收起来一点 这样比较不会挡到大家 可是又要到43号出现 看一下 如果我这样做 这样考虑 好 来 那现在呢 题目是这样 我逆一点题目 然后等一下呢 给各位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你们想一下就好 来 这一节题目是这样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一个图 它这个图呢 有PA线端和EP线 P呢 是所谓的 这是一个圆嘛 圆哦 圆到外里呢 有点P 那P也 大A也 看B也 刚好 这两点呢 PA线段 跟EP线段 都是它的切线 这两角是切线 那现在想要请问你说 如果知道 圆络的半径 知道什么是半径吗 圆心到圆周的去 叫半径 好 半径是一刀 然后PA线段呢 也就是这一档 4跟3 先把它计算上去 注意看我操作 我等一下要放你们操作 好 我要选红色笔的时候 点正式笔 然后 红色的笔 更套3 然后现在呢 为你们PV线段 也就是这一条 多少 好 那我们第一份 各位觉得 需要多久 我们开一个计时器 按照各位的 衡养自己的战斗力 你们看一下需要多久 计时器的部分也是它 等一下会有几个 计时的声音 那各位 要多久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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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太少 太多了 好 30秒 好啦 先一分钟 我们先试试看 一分钟后 选择答案 好 一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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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现在就可以做的 好 我们等 最后一位同学 他们打完之后 我们 啊 我没啦 有些是全班都打完 那一分钟真的是 太看见你们了 其实各位 应该30秒就够了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统计图 这四个原型图 代表谁班 全个人 好 那另外一种呢 他这种角色跳入 这题的答案是 你三个 好 这题的答案是三 那我们既然答案全会 那这一题 我就不想了 因为大家都会了嘛 好 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 再做这一题 好 那刚刚是 计时时间 好 这一题刚好 其实一分钟才会玩这一题 好 下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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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题了 放在三四秒就好了 来 题目不难了 各位可以爬出 好像真正的一题 差不多 好 好 我们等到柄的时候呢 来公布大家的选择结果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圆形图 白跟紫白 绿色 绿色就代表全对 绿色的部分就代表自己的答案是对的 它会显示绿色 那其他如果选项 它会显示红色 那经过这两几个测试呢 老师很明确可以知道了 大家对这个概念非常的熟悉 但是现在呢 老师需要 你们帮忙 上来 教一下 上来将近一下 你怎么做的 都会选完 因为两几个测试 各位都非常优秀 来 我随便带一位 需不需要准备时间 给各种一分钟 好了 一分钟你们谈问一下 拿准一下 我随便带一位 被抓到的同学呢 你就上来 那答对的话 你自己可以回答 加点赞 自己可以回答 加点赞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你就找同学 可以找同学的回答 好 一分钟 现在四十五 四四 四十三 等下到四十秒就提醒咱俩 下一个 好 到五十秒 好 时间大了 那我们 下一位同学 帮帮帮我们 好 来讲一下这一题 为什么 答案会写 是 好 来 现在呢 老师先做一件事 我先把 这个先拉到底下 等一下你们做答案空间 教练空间会更多 好 再来 这个图如果对后面的同学 比较小的话 我们放开 好 让你讲 好 现在就是刺激的 挑入十课 来 我们看一下 是哪一位幸运呢 好了 凯婷同学 来第五组 你是一个人赞 加两个赞 如果你需要同学 同学的帮你 就变个赞 可以吗 好 来 试试看 试试看 哪一位是凯婷 没错吧 试试看 哪一位是凯婷 哦 照片不一样吧 好 这个是凯婷 好 那我们的名字好了 好 你可以开始书写 你觉得这一题啊 来 麦克风 点 好 好 那我们的名字好了 麦克风 就 SAS 登场 然后就 接近相后 所以就 这个自然就一样 老师 可以请教我们 是不是SAS 登场 好 然后就是 这是A 然后 S S 同学 我们好像从结果讨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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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谓的SAS 各位 SAS 应该是指 方俩的三角形 你控制 看到他们有 两组边 一样 然后还有他们有 同样的两组对应角 以及在两组对应边 SAS 这个边 它这个边指的是他们两条边中间的夹角 两条边中间的夹角 如果他的两条边跟两条边中间的夹角 他们都会对应相当的话 我们就说这两条边之间 三条型会选择 会选择 所以代表在这边 同学呢 用SAS 其实不对 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 它是 它是直接用TA-MTB 可是我们知道TA-MTB吗 一开始的时候 WTA-MTB 是我们 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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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工作的可以协助补充 还有油炸 对 可以啊 来 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有没有同学的同学可以协助帮忙 解释一下 因为老师测试的两次一样的题目 大家都全个 那理论上大家 应该对这个概念很熟悉 好 试试看 可以插标 好 可以 来 好 同学很厉害 搞到上帝卡里 来 我们试试看 大家不用拒束 那做对过说都没关系 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同学如果需要老师的协助 随时可以 很好 他写了一个RHS相等 好 那可以轻易解释一下什么是RHS RHS RHS就是那个 呃 呃 支教参教系的性质 然后 可以帮忙 H指的是 我还很期待 H指的是支教教系的哪一条边 呃 骨啊 支教守队的边 对 指教 好 指教 对 那 我不知道 好 没关系 来 大家互相学习哦 就是 现在虽然只有一位同学 因为他是被老师挑中 然后 他们愿意上来帮忙 那其他同学其实 哎 这样不好 如果同学可以跟我解释RHS RHS分别代表什么 好 谢谢你 来 请坐 谢谢 来 有没有同学可以解释RHS 就在你们国中八年级 下学期 写的三角形的全等系组里面的其中一个 RHS 好 来 我给个提示 这个R呢 他的英文 我们是用R I N G F T A N G E E 代表你在这个照片里面 可以看到Wire Evo Wire Evo 是什么 好 那 H呢 H呢 他是取英文字母 好 Pattern Use 他的中文叫做血缘 它中文是斜邊 那另外一條S呢 S I D E 它指的是這個三角形的模擬條片 所以你可以用RHSCAP的代表 你看到它們都有什麼 這邊老師修正一下 還怕Terms 所以應該是H I P O T 那它是斜邊的意思 那RHS 有沒有同學可以講 我說了這比特最重要的其實是你們 你們學到的還是重要的 來 同樣例如主還在講 站還站 來 可以 來 你是因為什麼性子 RHS 沒錯 那你的R跟H跟S 是因為你看到這兩個三角形 它們都有什麼東西一樣 所以它們才會群的 因此它們的PA.TT對應變成會相等 這是一個邏輯順序的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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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妳 妳要說明嗎 就 就 兩個三角形完全相等 兩個三角形完全相等 利用RHS的性子 使兩個完全相等 所以PA.TT會很長 對 很好 這解釋得非常好 好 謝謝妳們 那 該有的加跟一定要理 剛剛是第五組 我們一個贊 好 一個贊 好 接下來還有點新發展 來 現在呢 那 因為現在老師要講的是 問你PA線段跟PB線段 PB線段有多少 我們現在只知道這個PA線段是 2跟號3 2跟號3 那我怎麼知道 PA線段是2跟號3 PB線段就會跟它冷藏 因為我可以看到 上下冷藏型會怎麼樣 全燈 為什麼全燈 因為這個RHS全燈 那RHS是因為我看到的這種東西 看到了 他們兩個冷藏型都有 指甲 還有他們的斜邊 是洞洞邊 他們有一張洞洞邊相等 以及 他們呢 這兩個條 直線在這邊 你點這支柄 底下一個條線 然後 你可以選擇顏色 比較像紅色的 我們剛剛畫過 他就可以直接畫直線 這兩個條 當法是我們編的什麼 半徑 所以半徑 當然會 相等 半徑當然會相等 所以我們才會有RHS全燈 因為他們兩個知道怎麼全燈 他們對於連PA線段 才會用DV線段 這樣都會清楚了嗎 有沒有不懂的地方 好 所以這邊呢 來 老師先回上一句 我用上一句做一個結論 用 我們所謂 過圓洞一點 的 兩切線的性質 指的就是說 因為你在 這兩個條三角線 你在PA線段 跟PP線段 這兩條線 我們稱為圓洞的切線 所以所謂的A點 和B點 他們就是缺點 而OV線段 和OV線段 另外A點跟B點是 A點跟B點是缺點的關係 所以半徑 半徑 連接到切點的這一段 會跟我們的切線段長 會垂直 會跟我們切線垂直 所以才會有直角 因此這時候 半徑 等長 有直角 斜邊有什麼共同邊 因此他們才會有所謂的 RHS 三角形圈等 圈等 圈等 跟PB線段 相同 那如果這裡我們問的是 PB線段多少 既然它跟PA一樣 所以都是多少 就都會 都會是更好 這個 PA 要跟PB一樣 所以都是 更好 3 所以第一題我們答案 才會選 3 這是你們剛剛記憶說過的 這樣 了解嗎 這個是 幫各位父親 切線的性質 記得 圓外一點 到兩千個切線段很長 就是因為這兩條形 他們會確認 好 那我們 再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 換個星期 看一下不同的螢幕 好不好 不要純粹在剛剛的切別 如果 待會才會又到了 來 第二題 第二題呢 這邊老師做個搶答 什麼叫搶答 你知道嗎 搶答是這樣 1 2 3 4 4個選項 等一下呢 等老師 按了之後 第一個按到正確答案的同學 你的 照片跟名字 就會出現在在晚上 搶答的是你 第一個按對正確答案的同學 好 這題我一樣先解釋一下題目 我們現在呢 等腰T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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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等腰T型指的是 他的兩腰會 等長 等腰T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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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腰T型呢 會有一些條件 他的上下 A度線段 和B度線段 是平行線 這兩條是平行線 那B度線段 等腰T型 B度線段 B度線段 等腰T型 在這樣的條件下 請歡迎 我們的AV線段 也就是老師現在畫的 天藍色線段 會多長 這樣題我懂嗎 我們是天藍色的線段 好 那這題我們 給各位 一分鐘 兩分鐘 來 各位覺得 好 先兩分鐘 大家還是來考慮一種 來 兩分鐘試試看 來 兩分鐘後 我們開放場 來 這題可以考論 你們 給你們 每一組 有好幾位同學 你們就可以 跟你們彼此 互相訓求結束 來 你們 互相討論一下 你覺得自己的答案 會多少 請問 請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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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321 哇 这么厉害 三个 现在呢 目前要是看到的是 22号的分题 还有二号的指纖 还有29的心语 然后他的设计是这样 越快讲到的在最左边 越快讲到的在最左边 好 那请问分题同学 可不可以上来帮我们 解释一下 为什么答案会是所谓的 你选多少 因为强达我看不到你的成像 但是你可以上来解释 给大家听 分题同学可以吗 好 谢谢你 好 那老师呢 先把它坐下 好到你有足够的空间 来 请 好 来试试看 嗯 这个T型的便利就是 上笔加下笔 那等于 A笔加笔 C 可以 可以 好 抱歉 因为老师刚刚那个字 停留在哪 各位记得我刚刚停留在哪里 我刚停留在直线 所以他写字才会更好看 老师 老师刚刚一个问题 来 先让我帮你挑这么好 你喜欢什么颜色 好 蓝色 好 来 各位注意看喔 他写得很详细 好 一开始调整步骤 先假设 没关系 有个复原件 你看 HIV的底下的复原件 它可以复原 哈哈哈 好 好 大家没关系 因为 这个 你们熟的身材 如果用去吃就知道怎么用了 好 然后 好 好 好 那 那个 大家注意看喔 看一下他的上次 目前同学呢 他帮我们说 假设并定线段 还有西柱线段 都跟X 为什么 他们两个可以都跟X 来 帮我補一下珠希 好 谢谢你 那上面呢 要画两横 两横直线 因为他们是线段 所以要两横 好 谢谢 来 现在呢 各位看喔 为什么AB线段 又西柱线段 他们会等长 因为节目有说什么 他们是什么型 等腰 等腰 然后T型 所以 AB和西柱就是他们的两腰 既然是等腰 所以他们的本长 都等于X 好 很好 来 再来 为什么6加10 把他的上底加上下角之后 所以等于两腰有何 嗯 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定力 哦 它是一个定力 嗯 它就是一个我们 原外切四边形的性质 对 好 原外切四边形的性质呢 其实它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用四条边 上下 左右四条 好 那先介绍一下 你可以继续 好 谢谢 来 我补充一下喔 刚刚同学说它是一个定力 那没有错 这个定力是这样 如果我们说一个四边形 它是原外界四边形的时候 之所以叫它四边形 就是因为它有四条边 所以我们假设有 上 下 左 右 这四条 那这个性质就告诉我们 其实 它上下角有四条 上加下 会等于左加右 这就是我们一边 外界四边形的性质 等一下 如果同学可以证明给我看 可以这样给你的同学听一听吧 来 上加下等于左加右 所以它才能够用六加上十 等于两个AX这样加 所以十六四两个AX 那最后结果就等于 一个AX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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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除以二 对 十六四 八 很好 好,谢谢 谢谢 你要补充了吗 没有 好,谢谢 先帮你加分 同学 如果老师帮我们加分 要提醒老师 那你分请新帝救助 好 我们救助 第九十多人在 好 很好 好,看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同学帮忙 为什么 张家小娘有左加右 为什么原外界四边形的性质 有这种张家小娘有左加右 有它才能用 那为什么 谁可以跟我 小小的说明一下 啊,这个有给大家啊 抢答案 嗯,我先想看 这一题因为刚刚的模式已经用过了 所以它应该 嗯,现在还不能用想答 另外,它同一个对面 只能做一次 那没关系 我有我的方法 我做一件事 你们等我一下 我现在呢 按着这一个扭 有没有看到 P-Share的板给刀 这代表它可以裁剪我 白板的画面 所以现在我 裁剪它 我把这画面整个裁剪 裁剪之后呢 它会有 这里 我们电脑是不是可以解下贴上 解下它 我到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 贴上 长按就是右键 就是我们电脑右键 贴上它 贴上它之后 新的页面 各位开心的抢旋就可以动了 来,点一下抢旋哦 你会的 你就想抢旋 好,我数三个音 帮你一下 来,三 二 诶,对了 先这样 没有了 这样会的才按 你不要按人家 就是我老师 或者是手快的 就是我不会 这样会的才按 三二一 啊 Vity同学 恭喜 恭喜 那Vity同学 恭喜你 你可以帮帮大家解释一下 等一下你回答的话 我这边还给分 回答帮忙 没关系 好 那Vity同学 那Vity同学 你需要麦克风 谢谢 来,麦克风 好,那请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外界四边型的性质 上下下 可以点左加用 就上下两段 或者左右两边 嗯 就是 嗯 这边是整点六 然后 打按中间 好 你放心 要打学的 对 聪明 好 选一颗 要的颜色 好 很好 就是 这边是 然后打按去一半之后 这边是闪 好 然后这边 会等于这边 因为刚刚上一题 有 就是 像刚刚上一题 然后 嗯 嗯 讲得很好 等一下我会帮你翻译 OK 是 是 好 等一下 解释一下 比较清楚 可以给大家看 OK 然后这边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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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跟 刚刚上一题的方法一样 所以可以打这两点 另外那种的 对 然后就 这样就被 打 好 好 厉害 好 才放置一下 有个积分板 手上表 按一下 然后手上表 然后你做 加个赞 好 好 再按一个赞 好 你讲得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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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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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刚刚我翻译的那一段意思 他说跟上一题一样 什么叫跟上一题一样 因为三题老师教你了什么 对 三题老师教你了什么 三题老师教你了是 圆化一点 两切线的性质 好不好 圆化一点 两切线的性质是什么 就是 你的 圆化一点 到你的肩脸的切线段 会非常冷藏 他就是应用这个概念 所以刚刚呢 他就能够做了这次 我的A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切线 好 抱歉 我的A就是所谓的圆化一点 我的A呢 是所谓的圆化一点 好 这边教大家给找 你把这个 那个在片头点着 你把这个 外 哎 我应该要通外车的 他今天不配合我 好 好 没关系 我把它绕出了 因为刚刚它是一个武器 你把它绕起来之后 这个外车也有 然后呢 你这边给它 底下你的收线电视 它会帮你电视 你的电脑执行 好 有看到吗 有机会是 你可以试试看 好 来 那我们回来 它是圆化一点 那 我把它对走 好 来 圆化一点 刚刚是不是说到 到 那个切点的切线端 它这边 到的切点 切点 通讯他们通过的 来 到切点的切线端是正常的 所以 如果 又有端是3的话 这里也会是3 可以吗 它同一而正 底下 这个圆化一点 比 到的来的切点 的切线 也会正常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 这样你了解吗 好 好 下一个 一样的题目 来 请作答 这一题 应该 提问你太少了 因为是跟刚刚一样的题目 就是看你会不会 刚刚有听懂吗 我只是换个数字 你们再答一次 好 那 二七跟三四 因为今天刚好没有到学校 所以大家选班都做到完毕 我再五秒后 统计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有同学吗 有同学没按到吗 难怪我想说 经过刚刚结果 应该第三 答案是3 因为大家都选到了 那 绿色的就是正确答案 黄色的就是 不想提安 连按道 连按道 连按道没有学 好 所以这边呢 这次教各位 圆外一些 四别型的性质 可以 那个 现在表的性质 一个是圆外一点到 七点 一些线段很长 第一题学的 再来这一点 圆外一些 四别型的性质 其实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分成 上下 左右 四条 变 它的上下 下 上 下 左 右 四条变 它的上下下 下 左加油 这就是圆外切 四遍型的性质 可以吗 好 那其实刚刚同学呢 帮我证明的左半律 我整个证明给你们看 把它学起来 因为这两个观念 等一下 第三个比较好 没有这两个观念解了 好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 上加一下 另外的丁左加油 就是利用我们第一题的性质 我的原话可以给到七年 谢谢段会的场 好 那现在老师画给你们看 嗯 我现在先做一件事 这个图 把它放大一点 好 好 来 各位看哦 现在呢 圆外一点 到七年斜线段 很长 所以这两条 蓝色一样长 然后再来 换个颜色 黄色 圆外一点 一 到两七年斜线段 很长 所以这两条 黄色一样长 那再来 换个颜色 嗯 绿色 圆外一点 珠 到两七年斜线段 这两条 绿色一样长 好 等长 都用第一个性质了 再来 换个颜色 嗯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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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点心 到两 七年斜线段 等长 可以吗 好 所以我现在呢 可以做一件事 既然他们都等长 我就可以给他们有一名 假设 这两端都是A 这两端都是B 这两端都是小C 这两端都是 珠 这时候上加叫什么 上加是A加珠 下面B加C 所以上加就是A加B加C加珠 左加右呢 自由A跟B C跟珠 所以左加右也是A加B加C加珠 所以上加下才会给你左加右 好 好 这两个性质哦 记得哦 圆滑一点 到两千人七千段分长 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就是 圆滑一些四变形 它会满足上加下 跟左加右 因为上加下是ABCD 然后 九加右也是ABCD 所以他们会想的 好 好 接下来挑战的第三顶 第三顶呢 等一下是把提摩闪到你的平板上 好 第三顶 这顶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利用前面两个性质 我先解释一下提摩 如骨底下就要走 好 鲁土 等到地形 它是等到地形 它是等到地形ABCD 它是圆滑的外切四变形 现在知道它的A珠线段 平行DC线段 A珠平行DC 在这样的图片上呢 它的周长 什么是周长 那我们它移送的长度 所以在这四条捏 加起来的长度 Rentby 52 如果它的下降 比下这个是下降 比上米 这是上米 长10公分 那9A1的题目 AP线段有多长 第一个问题 AP线段有多长 第二个问题 BO线段有多长 BO线段有多长 BO线段的话就是这个 BO线段有多长 这个是第二个 BO线段 第三个问题 三角形 AOB的面积 也就是 这块 这一块上行的面积多少 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好 那老师先把它传到 大家的棚板上 页面传送中 所以 各位主 如果你有 看到了 画面上传 就举个手 那老师知道 好 谢谢 请放下 那这一集的题 我这样小一点 所以老师有后置一个大的图 给你们 这一集是 三个题 也在一起 我给你们下一句 这个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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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演比较好的话 我把图 想给你们 你们先专心 准备第一题 那有时间的话 就回去 刚刚想给你们 第一个画面 第二题 第三题 可以 我没提一提 来 现在先第一题 AP现在有多长 PQRS 是它的切点 PQRS 是切点 我们先剪短了两分钟 这两分钟内 老师都不答答了我们 那我们好好地讨论 是 在哪里 是 无论 对 我 是 是 谢谢观看 各位討論就不用客氣喔 現在是讓你們好好的討論 彼此分享 為了要不需要 現在時間到 那老師不給你們壓力 我現在呢 我也不挑了 但是老師做一件事 我開了這個白板上傳畫面 你會發現你們的平板 你們的平板呢 就會有 你們的平板左側呢 就會有一個上傳的符號 所以如果你們準備好了 你們就可以把你們的屏幕上傳 因為我們現在有九度 我開了一個方框 如果你們覺得你那一組準備好的 或者是 你剛剛是寫在紙上沒關係 我們現場有失誤提示機 我可以直接把你的紙 傳到白板上 你用紙也可以 用紙老師教你們一招嗎 你們的平板有照相機 你也可以把你的平板照相 照相之後上傳 那如果需要協助的話 你們舉手 如果你是寫在紙上的工學 你想要上傳你的答案 你可以拿你的平板 左下角有照相機 到你的紙張之後 再上傳也可以 現在協助用科技喔 還是要拍同學上傳 對 你們試試看 這種設備啊 只要你們多用 多熟 就會熟悉嗎 你們可能是 接觸沒幾次沒關係 我們多用 目前呢 有兩組 他們上傳 不清楚上傳的一個同學的畫面 那沒關係 您這樣可以上來解說一下 可以重複上傳 如果大家不小心按錯 按錯可以把屏幕再轉回來 可以 那有同學說想要直接上面戲也可以 所以我們幫忙很多月 現在就是有這些聖費 便定你們使用不同的方式 馬上更新了 很好 來 如果有部分同學 他們說他們上來寫就好 所以 來 目前呢 請問他們同學 他們有組別 你還沒有上傳完畢呢 如果沒有老師就做一個 結論 然後 這一題我們做個小小的 結論 然後打工 我按了打工之後 就不能再上傳了 好 3 2 1 好 我們先來看一看個子 欸 好 這一組呢 沒關係 你一下同學應該可以做說明 老師 會給你們有說明的奉結 來 你按 我教你們 因為你們 他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你們看到上面都有這個設備嘛 你們 按這支頂之後 有個三角形的 一聽一下 他的答案呢 就是 你畫一些 通常你轉成比較好看的形狀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4 很好 好 他的答案是4 那我們再看第二組 第二組答案呢 也是4 腳下老師畫三角形 答案也是4 好 再來 問一個答案呢 我先看看 先看看各種的結果 好 這個 4 好 OK 那 第四組 好 抱歉第四組 第四組也是4 好 再來第五組 第五組的話 也是4 好 大家取得共識 答案是4沒錯 答案是4 好 OK 那現在呢 我們 1 2 3 4 5 哪一組可以上來講 要搶拳嗎 這題可以搶拳 好 讓你們搶好了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期待這個搶拳模式 好 來我們3 我喊3 2 2 就開始了 3 2 1 3 2 1 雨昕 雨昕同學 想不可以再講一次 要嗎 好 來 試試看 試試看 好 好 你想要用自己的嗎 你們實力無助 聽到上傳 那就用 好 那就用一個 新的圖 圓圖就好 來 請您 好 同學稍等一下我們的同學講完 那其他不知道的同學就可以學習 假設很好 好 哇 他寫得非常的快速 好 代表他非常的熟念 好 所以 好 這是我們 爸爸學習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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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來 我們聽聽同學怎麼說 因為 全收藏是52 52除以2 就會 得出A 數加一次 的長度 然後再除1 然後 因為他中下 比上 底長十公分 所以 假設A2 是X 的話 BZ就是 10加X 然後把上A2加 BZ 加起來的話 就是26 然後 然後 就會得出X等於8 A2就是8 然後 A2除以一半就是AP AP AP就是7 很好 來幫忙自己幹嘛 左上角有加分 幫自己 那一組加個分 好 謝謝 來 第五組 三個讚喔 好 那現在先縮小 縮小的話 就是左上角那個主攻的 好很好 那再來呢 嗯 我們剛剛的搶答 啊 我知道了 來 我要做一個建議 因為剛剛 我們有的搶答對不對 啊 剛剛在這一題 OK 應該 來 麻煩你 啊 好 嘉義你動作非常的快 那 好 好 這隊主要是要做電視啦 因為 講得這麼好 嘉義同學 你的速度也很快 好 好 好 那老師呢 簡單做一個總結 那就讓大家上課 好 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A2切斷呢 A2切斷呢 就是假設10A跟10 因為現在螢幕似乎說 它有 上底跟下底跟上底 那下底呢 如果比上底長 10的話 我們就假設下底跟10 不要10 這時候 中長1512 這個 中長就是繞了它 一周的衝突 那就是說 上下主要加起來是52 那我們剛剛說的 超加下的 能夠加油 所以 他們上加下的 能夠是52 就是26 那有的26 那有的26之後 這個26是x10加上x10加10 得到的答案 所以會變4加2x10 那根據一項法則 我們可以解這個 一個於四方程式 把11到這邊 但是要解成是16 所以 x2x016 就是這個領發 所以我們的bc線段 這一段 領發 既然它是8的話 因為它是個線對稱固形 就是用這一條 通過原型的飛達 會讓它做線對稱 這一條都會對稱走 可以讓它左兩邊 互相跌合在一起 所以這樣它是個線對稱固形 左到兩邊 就會很長 所以八個禮拜就是4 八個禮拜就是4 好 同學回答非常好 好 今天謝謝大家 那我們上課就到這邊 好 謝謝